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星期六下午在發展局局長 令漢豪陪同下 視察過展城館和鄉原圍 令漢豪向夏寶龍介紹 北部都會區和交易州人工島等城市規劃 他既能夠鞏固我們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亦都可以驅動香港成為國際的創科中心 全面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這一個優勢 夏主任避惜北部都會區和交易州人工島 兩個發展項目的策略意義和定位 亦都表示這兩個項目 是關係到我們市民的福祉 下一代的發展機會 以致香港的未來 所以他是肯定和鼓勵 特區政府著眼長遠 積極謀劃發展的努力 希望社會各界團結一致 支持政府做好這方面的工作